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国现代著名小说家老舍的经典长篇小说 骆驼翔子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啊 民国时期有六位大师级的作家 他们被合称为鲁锅毛巴老曹 分别是鲁迅、郭沫若、毛顿、巴金、老舍和曹宇 这六位大师呢也是咱们语文课本的常课了啊 今天呢咱们就来介绍一下其中的老舍 老舍姓老吗? 当然不是 老舍原名叫舒庆春 自舍语 就是把自己的姓拆开 后来呢他取了姓的前一半 在按北京人习惯的说法 以老舍为笔名发表文章 老舍1899年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郑红旗的家庭 老爸呢是清朝的护军 可惜在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战死沙场 当时的老舍还不满两岁 从此全家人就靠母亲给别人缝洗衣服和打杂 来养活 贫苦的童年生活并没有打垮老舍 相反他通过勤学苦读 谱写了精彩的人生篇章 他在别人的资助下进入私塾读书 后来又进入新式学堂 中学时因为经济困难 只念了半年就退了学 但他后来考上了免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因为成绩优异 一毕业他就被安排去当小学校长 后来就向芝麻开花节节高 他一路高升 先后担任中学教员 大学教授 甚至成为英国伦敦大学的讲师 在英国期间 他除了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 还开始了文学创作 他一生写了八百多万字 可谓著作等身 他的写作风格概括起来有三点 一是精味 二是幽默 三是取材民间 老舍是精味小说的祖师爷 所谓精味就是讲北京话 写北京人 续北京事 老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对北京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 翻开他的小说 一股浓浓的北京味扑面而来 老舍的幽默 跟现在的段子和俏皮画不同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 可不是从文字里应挤出来 老舍的小说多数取材于民间 写底层社会 素民间疾苦 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凭借在文学上突出的贡献 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 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遗憾的是 1966年 67岁的老舍 因为无法忍受文革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 跳入北京太平湖自杀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老舍最富盛名 也是他自认为最满意的一部小说 骆驼翔子 这本书讲述一个叫翔子的人力车夫 他身强力壮 想通过拉车改善生活 然而造化弄人 他的一生三起三落 车对他来说就像个鬼影 永远抓不牢 老婆难产而死 心爱的女人上吊自杀 承受了无数辛苦与委屈的翔子 最终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下面请您带着以下三个问题 跟随我的声音一起走进这个故事 首先 翔子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其次 翔子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呢 最后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现在咱们出门呢 各种交通方式任君选择 节俭一点的 可以坐公交地铁 环保一点的呢 可以骑共享单车 阔绰一点的 可以坐低市或者滴滴 可是在几十年前的中国 出门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那个年代 通讯基本靠吼 取暖基本靠抖 出门基本靠走 不过在那个年代呢 也可以叫车 这种车的方向盘采用拉杆式设计 底盘高 越野性能好 360度全景视角 车的马力 取决于司机的体力 尾气排放 取决于司机的消化情况 全车零油耗 绝对节能环保 这种车呢 在北京叫洋车 在天津叫娇皮 在上海叫黄包车 在广州叫车仔 那这种车的司机呢 就叫车夫 在北平啊 车夫是分成很多派的 第一种呢 是年轻力壮派 他们讲究自身 与车子都得漂亮 因为没有家庭的束缚 他们每天出车的时间很灵活 专挑急着坐车的客人 要价呢 也偏高 仗着年轻 身体好 他们在路上跑起来带风 一言不合就飙车 第二种呢 是中年大叔派 他们的岁数稍大一些 或者身体瘦小 跑得稍微差劲一些 再加上家庭的羁绊 他们出车的时间短一些 通常只拉半天 有的凭着经验和本事 专开夜车 钱会多一些 第三种呢 是老弱病残派 这一派呢 通常在40岁以上和20岁以下 体力的劣势呢 让他们在洋车界败下阵来 他们的车最破 跑得也慢 又不敢开夜车 所以他们通常错风出行 在路上呢 捡捡漏 或者到果蔬市场上拉点货 虽然钱少一点 但不用跑得快 故事的男一号 翔子 就是北平车夫大军当中的一员 他属于哪一派呢 翔子的父母早亡 18岁呢 就从农村来到北平谋生 360行 他看上了拉车这一行 因为这一行不拼爹 不讲颜值 正多正少 全凭体力 贫穷没有阻碍 翔子的体格野蛮生长 他身材高大 肌肉发达 干这行啊 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在年轻力壮派里 翔子也是佼佼者 开起职业生涯之后呢 翔子先租了一辆破车 来练练手 拉车虽然不用考驾照 但这里面的门道可不少 体力和技术缺一不可 新手上路两天之后呢 翔子的脚脖子 肿得像两条水瓜似的 抬都抬不起来 在床上躺了两天 这是所有新车夫 必须经过的一道坎儿 推好了之后 翔子更能放开跑了 只用了两三个星期的功夫 翔子的跑法就练出来了 跑法是车夫的能力 与资格的体现 翔子身高腿长 不服大 频率快 手上的车把却纹丝不动 不会急转弯和急刹车 后座稳如泰山 即使放上一杯水 绕北平一圈来回 杯中的水都不会洒出来一滴 可以说翔子就是 洋车界的藤原拖海 秋名山车神 车夫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就是拥有一辆 属于自己的车 翔子也不例外 大部分车夫的车呢 都是从车行里租的 按天算钱 相当于今天出租车 司机给的分子钱 车一出门 就先欠了车行一天的租金 要是今天生意好呢 能挣个饭钱 要是挣的还没车租多 这一天就得倒贴了 只有自己买了车 挣多挣少都进自己的口袋 而且啥时候出车收车 自己说了算 怀揣着买车梦的翔子 起的是比鸡早 干的是比牛泪 吃的是比猪叉 睡的是比狗碗 你每天存一毛钱的进度 终于在三年之后 凑够了一百块钱 买了一辆崭新的洋车 洗涕新车的翔子 把这一天当作自己和车子共同的生日 吃得好地庆祝了一番 他幻想着 照这样下去 再干两年 又可以买辆车 再干一年 再买一辆 假意时日 自己也可以开车行 当老板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可是 美梦通常都会落空的 翔子也不能幸免 翔子的新车落地半年 就好像充满了知觉与感情 翔子一扭腰 一蹲腿 一挺腰 他就马上能给翔子 最顺心的回应 简直到了人车合一的境界 不久之后 北平传了消息 说城外驻扎的大兵 马上就要打仗了 车夫们都不愿意 把车拉到郊区外 有一次 翔子为了高价的车费 冒险把一位乘客送到郊外 没想到 一出城门 就被大兵连人带车捉了去 车被抢了 翔子也被迫在兵营里干苦役 在一个深夜里 趁着大家熟睡的时候 翔子逃了出来 还顺手牵走了部队的三匹骆驼 翔子半路 把这三匹骆驼 键卖了三十几块钱 爱车没了 这点钱 起码还能挽回一点损失 逃出生天的翔子 跑到海淀 因为发高烧 在一家小旅馆里 躺了三天三夜 可能在这个期间 他和三匹骆驼的故事 经梦话讲了出来 又恰巧被人听到了 他醒来的时候 就被人叫做 骆驼翔子了 病好之后 翔子回到西安门大街上的人和车厂 这是翔子在城里的窝 人和车厂 不光有租车服务 还给本车行的车夫 提供免费住宿 这个时候 有听众朋友可能纳闷了 翔子不是买新车半年了吗 怎么还能在人和车厂里摆住呢 人家老板当然也不傻 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翔子是个闲不住的人 收车回来之后 别的车夫都在闲聊 打牌或者睡觉 翔子却自觉地给厂里的车子 擦拭 抹油 打气 晒雨布 老板刘四爷 看他是个勤快的小伙子 便愿意收留他 免费工人 不用白不用啊 说起这位刘四爷呢 可不是省省油的灯啊 他今年呢快七十了 金身头呢还不错 想当年呢 刘四爷是位社会大佬 开赌场 放高利贷 拐卖人口 强强良家妇女 可谓是无恶不作 要是在今天呢 他就是扫黑除恶的典型 前清的时候呢 他被官府处理过 民国以后 刘四爷看清形势 混江湖呢 始终不是一份稳定工作 说不定哪天就横尸街头了 于是他开了这间人和车厂 从良做生意了 刘四爷呢 有个女儿叫虎妞 三十七八岁了 还没嫁人 虎妞人如其名 长得虎头虎脑 榜大腰圆 干起活来呢 雷厉风行 堪称女汉子当中的战斗机 也是刘四爷的一把好帮手啊 父女俩齐心协力 把厂里六十多辆车 管理得妥妥当当 人和车厂呢 也成了当地洋车界的龙头老大 翔子把卖骆驼得来的 三十几块钱 交给刘四爷保管 又从厂里租了车 重新提起车把 翔子干得比以前更起劲了 他恨不得马上再买一辆新车 对于车夫来说 买车就是精神信仰 为了这个信仰 他不惜抛弃自己的道义 以前呢 翔子从来不会跟别人抢课 尤其是面对 老弱病残的同行时 现在他可顾不了那么多了 好几次他抢完课 撒腿就跑 留下背后一阵骂娘声 一天夜里呢 翔子收车回场 虎妞悄悄地把他叫到屋里 好酒好菜地招呼他 翔子本来是个滴酒不沾的人 但虎妞盛情难缺 念在这位姐姐贫食里 对自己是照顾有加 最近呢 自己又诸多不如意 那就举杯消愁 破戒喝两钟吧 没想到呢 这一喝就过了头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又有酒精助兴 所谓酒后乱兴 两个人就发生了 不可描述的事情 打仗之后呢 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了 罗华有意流水无情 翔子想着法子躲开虎妞 恰好他找到了包月的活 所谓包月呢 就是固定给一户人家 当专职车夫 吃住呢 都在主人家 翔子的新老板呢 叫曹先生 是个大学老师 自称为社会主义者 为人和善 有自己的洋车 翔子呢 正好趁这个机会 彻底跟人和车厂 跟虎妞撇清关系 翔子在曹宅 拉了一段时间包车之后呢 虎妞找上门来 告诉他了一个 有惊无喜的消息 他怀孕了 虎妞知道老爹 不会同意自己 嫁给一个丑拉车的 他给翔子支招 年底老爷子生日的时候 带上厚礼去 给老爷子助寿 任他做干爹 慢慢地赢得他的好感 等肚子里的娃越来越大 再跟他摊牌 要是老爷子死活不肯 他们就自立门户 自己搞几条车来坐 等老爷子心软了再回去 虎妞还帮翔子 要回了刘四爷保管的 三十几块钱 表明了 想跟翔子过日子的决心 虎妞一副胸有成竹 心意已决的样子 翔子心里却像是 十五个雕桶 打水七上八下 他没想到事情 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他对虎妞并没有 爱情的感觉 那天晚上只是一时冲动 谁知道这么巧 就搞出人命了 可是既然肚子怀的是 自己的骨肉 就不能不负责任 虎妞虽然年纪大了一点 长得丑了一点 毕竟是富家女 娶了她 老头子百年之后 任何车厂就是他们的了 少奋斗几十年 想到这些 翔子的心绪更乱了 人在心烦意乱的时候 特别容易犯糊涂 一天晚上 翔子拉着曹先生回家 总感觉后面 有一辆自行车跟着 曹先生慌了 前面说过了 他是社会主义者 在大学里面发表过 关于政治和社会的过激言论 最近他让一个学生挂了课 被这位学生举报了 现在侦探来抓人了 曹先生到朋友家避难 让翔子回曹宅 通知曹夫人和孩子收拾戏软 尽快离开曹宅 没想到 翔子刚到曹宅 就被一名姓孙的侦探给堵住了 孙侦探释出了多年讹人的本事 开始吓唬翔子 他说 曹先生是乱党 抓住了肯定要枪毙的 翔子作为他的司机 肯定逃不了干系 但是有钱 能使鬼推磨 要是花钱打电一下 也许就能免于一死 翔子一听就吓尿了 他把所有的积蓄 都交给了孙侦探 希望能保住这条小命 等翔子明白这是讹诈的时候 孙侦探早就不见踪影了 翔子辛辛苦苦攒下来 准备买第二辆车的钱 就这样被骗走了 走投无路的翔子 又回到了人和车厂 翔子为了刘四爷的生日夜 忙前忙后 刘四爷对翔子的好感 也越来越强烈 可是到了生日当天 虎妞说自己怀上了翔子的骨肉时 妇女俩还是撕破了脸皮 一怒之下 虎妞拉着翔子 在毛家湾租了一间两居室 装扮成新房 简单地走完婚礼程序 结完婚 翔子才知道 原来虎妞根本没有怀孕 她只不过是在肚子里 塞了一个枕头 翔子气炸了 这明显就是碰瓷吗 骗婚 但生米已经皱成熟饭 翔子只能乖乖就饭了 虎妞给翔子买了一辆车 翔子终于又可以拉上自己的车了 虽然有吃软饭的嫌疑 但只要能拉上自己的车 就不在乎那么多了 不久之后呢 虎妞有了身孕 这回是真的 怀孕的虎妞啥也不干 还整天吃零食 都快胖成球了 到了生产的时候 悲剧发生了 因为虎妞缺乏运动 饮食又过于油腻 而且没有做任何产检 胎胃不正 接生婆折腾了三天 还是没能把孩子扯出来 虎妞捅得是哇哇直哭 海生撕心裂肺 眼看着接生婆没办法了 翔子听邻居的建议 请来了巫婆一顿做法 事实证明 封建迷信救不了人 虎妞的哭声越来越小 只剩下大口大口的喘气 最后连呼吸也变得微弱了 夜里十二点 虎妞和未出娘胎的孩子 一同断了气 翔子把车卖了 给虎妞办了一场 不算风光 也不丢人的葬礼 她只差一点点 就拥有一个三口之家 如今一切都灰飞烟灭 她又恢复截然一身 这一切就像一场梦 邻居家的小福子 曾表示愿意跟翔子一起过 小福子离过婚 迈过身 但在翔子眼里 她依然年轻 美丽 勤俭 是她理想中的女人 翔子说 等她混出头了 就回来娶她 她又重新拉起了洋车 除了拉车 她还能干啥呢 等她从失去虎妞的悲伤当中 抽离出来了之后 她想起了小福子 又有了振作的动力 她想回去找小福子 两个人好好地生活 可是她万万没想到 她得到的是 小福子自杀的消息 小福子被父亲卖到妓院 万念聚会的小福子 半夜逃到树林里 上吊自杀了 小福子的死 成为压垮祥子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从此 她像变了一个人事的 她依旧拉车 却不再像以前那么勤恳 而是 行尸走肉一样地 在路上跑着 日子淡然无味 她染上了烟瘾 在吞云突兀中 静静地发呆 酒精成了她苦涩的日子里 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她还学会了赌博 寂寞时 就去白房子玩女人 渐渐地 她染上了病 身体 不允许她再拉车了 后来 北平的红白 是成了她唯一的经济来源 有结婚的 她替人家打起伞 有出病的 她替人家举花圈 她混迹在游街的队伍当中 不哭 也不笑 就像一尊 没有灵魂的躯壳 骆驼翔子的故事 我们已经听完了 可以说 翔子的一生 也就到此为止了 他已经成了一个 活着的死人 翔子的遭遇 让咱们感到唏嘘 那么 翔子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翔子登场的时候 自带农民的勤劳 质朴 善良和上进等等 美好品质 她把自己的身体 看作最宝贵的资本 选择了拉车这一行 她急早贪黑 吃苦耐劳 梦想着通过拉车 改善生活 买自己的车 甚至幻想过 有朝一日开车行 刚进城时 她不戳烟 不喝酒 不赌钱 更加不会去白房子 玩女人 其他车夫的恶习 她一样都不沾 简直是社会 良好青年的代言人 但同时 她的性格当中 也有懦弱和狭隘的弱点 她的懦弱集中 体现在与虎妞的婚姻中 她对虎妞毫无爱情可言 被虎妞引诱 并以假怀孕骗婚 她却默默承受着 这段畸形的婚姻 并接受虎妞的经济资助 遇到了理想中的女人 小福子 却因为贫穷而不敢去爱 她的狭隘在于 始终认准拉车这一行 一条路走到黑 经历了多次挫折之后 仍然不考虑其他出路 坚持以体力换钱 为了高价钱冒险拉客 她思维的狭隘 这些性格弱点 是造成她人生悲剧的 重要原因 在故事的最后 我们发现 翔子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判若两人 俗话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翔子是怎么 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呢 纵观翔子的一生 可以用三起三落来改阔 第一次 她辛苦拉车 用三年的积蓄 买了人生中第一辆车 不料半年之后 就被军阀乱兵抢走 第二次 她卖骆驼和拉包月 得来的钱 眼看就够买上车了 却被孙侦探讹诈了去 第三次 虎妞出钱给她买了车 后来 也因为虎妞难产而卖掉 第一次丢了车 她开始跟别人抢客 被虎妞诱惑时 破了九戒 第二次被骗了钱 她选择向虎妞屈服 维持这段畸形的婚姻 第三次 虎妞死了 车卖了 小福子也上吊自杀了 翔子彻底走向了堕落 吃喝嫖赌 样样精通 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最后 我们能从这个故事中 得到什么启示呢 一方面 老舍用这个悲剧故事 严厉地批判和控诉了 那个把好人 逼成坏人的黑暗社会 玉敌乌方 扰民有数的军阀乱兵 招摇撞骗 以权谋私的侦探 唯利是图的车厂老板 都是这个黑暗社会的缩影 以翔子为代表的苦力车夫 就像蚂蚁一样微不足道 在暗无天日的社会洪流中 个人的奋斗就像唐碧当车一样 苍白无力 愚蠢可笑 另外 通过前面的分析 我们也知道 翔子的堕落与他自身的性格缺点 密不可分 那么 何为站立着的人呢 就是即便身处黑暗 却始终向往光明 即使底色是悲凉的 只要有梦想 就应该经得起挫败 坚持不懈地追寻下去 海明威在小说 《老人与海》当中说的好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不能被打败 好了 这本《骆驼翔子》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听完翔子的故事 您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